有滿明顯的感覺自己的進步 就是跑起來的感覺跟一開始的確差滿多的 從開訓以來已經歷經了有氧基礎打底期 然後到進展期 這個禮拜目前已經是進展期的最後一個禮拜 其實這時候安排檔期中考目的是要檢測我們最後一個月 好者的狀態在哪邊 你接下來的這一個月該如何去調整 在這時間很辛苦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目標 然後為了這個團隊 為了我們想要更好 如果有遇到困難的部分也會跟教練討論 相信團隊相信教練 我覺得那種團結跟相信力對我影響滿大 所以我覺得別人也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 希望說在最後的一個階段呢 能夠針對我們現在所缺失的做最後的加強 你可以用你全馬的配速 甚至在快五秒來檢視你現在的狀況 如果快五秒你還是很輕鬆的話 就代表說你可能全馬的話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吃力 在教練設定秒數之前其實自己心裡有點害怕說跑不跑得到 但是一跑出去的時候覺得說 秒數竟然在我設定的目標之內而且反而更快 今天跑完覺得對自己的目標有多一點點的肯定的感覺 因為之前都會覺得我的目標好像真的很遙遠 我就會設定一個精神上的知識 因為我們也是平常是在上班族 所以在比賽上班的過程中又有一個規律的課表 可以自己去調整是非常好的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就感覺很興奮 其實也很高昂 很有勇氣去跑這個選馬跟半馬的比賽這樣子 跟半馬的比賽 這次五秒鐘 就去跑 下半馬的比賽 跟半馬的比賽 回到七秒《四秒鐘》 都是下半馬的比賽